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一般来说 一击在手就可以上网 是多么轻而易举 随手可得的事情 不过 在沙巴发生的女大学生为了应付线上考试 被迫爬树接收网络的事情 如今也在沙拉越上演类似的情况 在中区的鲁伯安都 学生们要通过网络学习 必须爬山涉水到有互联网覆盖的地方 师生们的困境 也只有他们才知道 报道 一名老师最近分享 为了让鲁伯安都的两个村庄 既甘榜南甲顺帕和甘榜南甲占卜的中小学可以线上学习 需要带领他们跋山涉水以获得良好的互联网覆盖 而从村庄到可以连接互联网的地方 单程就需要两个小时三十分钟 在鲁伯安都政府中学执教的山宝度假表示 村庄的学生经常独自前往有关地点上网课 所以他才决定号召大家一起前往 在当今时代 互联网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这个地区的学生来说 却是远离家乡到另一个地方才能做到的事情 老师说 共有14名小学生和8名中学生一起出发 他们必须步行45分钟穿越丛林 在登山一个小时45分钟才能抵达可以上网的地方 前往旅途中 大多数的学生都有父母的陪同 由于学生需要长时间步行 家长会协助 携带手提电脑和设备以外的食物 以及其他必需品 刚刚以上这则新闻获得本地媒体报道之后 也引起了政府当局的关注 沙拉越多媒体委员会总经理在迪拉萨表示 该委员会一直都在关注沙拉越网络服务设施的发展 也承诺将会尽其所能 尽快落实短期的互联网服务 沙拉越多媒体委员会总经理在迪拉萨 今天接受本台电访时表示 在媒体报道有关学生被迫拔山涉水 到有网络的地方上网课后 该委员会表示关注 Sarawak Multimedia Authority 看到的 那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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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那呐 有很多 事 就很沒致 而是 那呐 學生 這名 是 和 一間 那呐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Pemegang lesen NFP dan NSP Dan juga merupakan kontraktor Kepada Sarawak Multimedia Autoriti Menyatakan hasrat untuk Memberi capaian internet Percuma Kepada Kawasan yang telah di Highlight Dan mereka akan membuat Ting jauwan Bagaimana mereka dapat Mengadakan jauhan internet dalam masa terdekat Zadilasa希望 那些已经获得批准的项目 能够尽快执行 而Sala Yer 多媒体委员会 也会继续努力 确保这些项目 可以加速执行 接着我们看到 在冠病隔离中心 执勤的前线医护人员 为了让病患和隔离者 疏解压力 同时也增强战胜病毒的信心 就在隔离中心 载个载舞 增添欢乐的气氛 来自武吉巴登亲善医院 卫生局心理健康与知识团队 及冰南班卫生局的医护人员 昨天在位于冰南班 沙巴文化中心的隔离中心内 有如开了一场演唱会 从医护人员分享的视频可见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穿着个人防护装备 站在高处看台 其中一人高唱快智人口的 Origina Sabahan 其他医护人员则伴舞 大跳苏玛扫 而站在看台下 病床旁的病患和隔离者 瞬间变成歌迷 在轻松的音乐声中起舞 欢乐的画面 让网民感到温馨和窝馨 并大战医护人员很有爱 纷纷为患者 以医护人员打气加油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看到 24名警官和警员 因为涉嫌包庇 非法网络赌博 及澳门骗局集团 而遭到反弹务委员会的调查 警队内部也正在 侦查和收集证据 以完成调查的报告 全国总警长 丹斯里阿杜哈密指出 警方正在等待 反弹会提供更多的资料 以完成调查报告 同时调查工作 也持续进行中 一旦收集更多资料 将斟酌采取进一步行动 阿杜哈密说 涉及此案的高级警官 被调往非敏感职位 但这不代表 警队内部行动到此而已 目前还在等待 更多的调查报告 此外 全国警察廉政 及标准执行部总监 拿督詹里指出 涉及案件的 24名警官和警员 正从各角度接受调查中 若调查成果 有明确证据指向 这些警察涉及 其包庇犯罪集团 将采取纪律处分 另一方面 针对警队内敏感职位 将更频密轮替一事 全国警察行政部总监 拿督蓝丽丁指出 警队将实施 每三年一患的制度 避免敏感职位的警官和警员 出现行为不当的事情 蓝丽丁表示 警队将持续检查 每位警官和警员的背景和记录 确保他们符合资格 和清廉自爱 才可接任警队内的敏感职位 据报道 巫统最高理事安努亚说 国会议员是由各自的政党 提名参选 因此他们有责任支持 其政党的立场 同时必须要注意的是 巫统是使用党编系统 因此当政党做出决定的时候 党魁将向国会议员下党命令 议员们则必须据此投票 在这件事方面 党边已经给予党主席 阿莫扎西指示 也就是支持2021年度的预算案 若有党员决定一意孤行 那么就别理来临的选举 党也会自行决定 他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时说 如果不遵守党的决定 那么就必须做好准备 面对党会采取的行动 安努亚士回应 话望身躯国会议员 东姑拉扎离止 国会议员应该根据自己的良心投票 尤其是针对财政预算案一事 发表谈话 透视大马报导 巫统顾问理事会主席 古里说 巫统不应该告诉他该怎么做 因为他是代表自己的选区 而非政党 接着来关注全球的疫情 日本新冠疫情升温 首都东京单日的确诊病例首都突破500宗 东京政府打算将防疫的警戒调升到 显示疫情扩大的最高等级 日本首相简易伟呼吁国民实践 安静的口罩聚餐 希望民众即使是用餐 也在交谈时先戴上口罩 降低新冠肺炎透过饮食传染的风险 并表示他也会在今天开始彻底的执行 巴西圣保罗大学医学院 健康情报实验室研究员埃维斯表示 巴西已经开始第二波的疫情 但是总统波索纳洛默示这个情况 他的经济团队甚至公开说 发生第二波疫情的几率极低 还说巴西已经达到群体免疫 引起专家的争议 另外CNN报道 美国18号病故人数突破25万人 比全国一整年的中风、自杀 和车祸平均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公共卫生专家说 如果美国不能更严肃看待戴口罩的防疫 并且避免可能密集接触的社交活动 今年秋冬的死亡人数还会不断地飙高 纽约疫情再起 市长白思郝宣布 恢复上课不到八个星期的各级公立学校 19号起再度关闭 全面采用远距离收客 美国药厂辉瑞和德国BioNTech 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 最后阶段临床试验结果有效性达95% 并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两家公司18号表示 下个月将可拿到美国与欧洲的紧急授权使用 流程一切顺利的话 疫苗可在圣诞节之前开始配送 意大利卫生部18号表示 过去24小时 境内新增了34,283起新冠肺炎的病例 比前一天通报的人数更多 单日的死亡人数也写下4月3号 全国封锁时的单日最高记录 韩国18号新增了313宗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245宗 境外输入病例为68宗 累计的确诊病例为29,311宗 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天的230宗增加了83宗 这是自8月29号的81天以来 韩国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超过300宗 新加坡一家创新公司研发呼吸检测法 60秒内就可以知道受检测的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公司的营运长表示 这一套检测法可用于各地的机场、车站等场所 目标是希望明年初可以获得当局的紧急许可 感谢你收看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一斌 别忘了守住TVS今晚8点半的PASCAR Budget 有杀手长阿邦佐哈里亲自为您讲解更多有关2021年 沙拉月财政预算案的内容